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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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后宫嫔妃争宠 又多了一条呜呜的理由 零四宫斗打胎 多靠谱历来宫斗剧中的致命杀招莫过 与打胎 让怀孕嫔妃有命怀孕 没命生养 君君掐指一算 甄嬛传 中纯元 甄嬛 华妃 梅妆 复查贵人 方贵人怀孕后流产的嫔妃将近十人次 打胎手段也是设香 家竹桃粉等数十种 如意传理最近又添了一种零零香 这在真实的历史上 也是完全实施不了的 在清朝 贫妃怀孕被称为玉器 清朝历代皇帝都对此都无比重视 因为子嗣是皇权的接班人 子孙昌茂意味着江山永固有望 听到贫妃玉器 激动成这样都不为过 一旦有贫妃玉器 不但皇帝会三天两头前去探望 关心 那一整套安胎制度之严密 和保胎流程之繁复 也足以让人惊掉下巴 负责给孕妇定制生活起居 和饮食计划的寓衣 都由皇帝亲自制定 一大批经过层层审核 擅长照顾孕妇的高级宫女和太监 也立马承批到嫔妃宫中贴身伺候 日夜须于不离 嫔妃怀孕到分娩 的日常饮食起居 都有专门的玉器大全程记录在案 并每天交给皇帝亲自月纳 随时查稳 嫔妃怀孕八个月后 上业手洗制度也一并开启 专业的妇产科医护人员 太医和稳婆先生婆与宫女太监 一起置业轮班 时时刻刻守着孕妇 直到孕妇顺利生产 为新生婴儿准备的衣物用品 皇帝和怀孕嫔妃也会一一过目 宫斗系里那些意外流产 产后杀鹰 离猫患太子等的打胎手段 根本剑缝插针都没处下手 领悟皇子们没那么幸福宫斗剧中 一般得审的嫔妃宫中 都会养育自己的宫主阿哥 母子情深 甄婴传中的四阿哥弘历养在甄婴宫中 三阿哥也先后被养在其妃和皇后宫中 成为宫斗筹码之一 但传说中的这些后宫宝贝蛋儿 皇子们哪有这么幸福 为了防止外妻专选 明令新出生的皇子 只能在母亲待一两个月 之后被送到专门的阿哥所留 专业的宫女太监抚养照看 平日离母子相见不能多说话 亲亲抱抱举高高 这些亲密互动更是触犯宫规 从小断绝母子亲情 皇子们对母亲的感情还不如从小照顾 她的嬷嬷们身后 更别说成为宫斗剧上位的法满了 另外 别看皇子们含着金钥匙出声 但日常生活真叫一个惨 衣食都实行严格的半饱半暖政策 一天吃两顿 每顿七分饱 四季服饰也只穿七分暖 六岁后就要开始到上书房 开始高三班的苦力生活 每日凌晨五点左右起床读书 上课 午休 吃饭后继续奔书 然后练习骑射武功 在读书到深夜约七八点以后 文史典籍政治军事文章 诗词书法 绘画里越通通都得掌握 黄阿玛不定时抽查皇子当场背诵 打个磕了 说不定就要被罚了 康熙皇帝就曾回忆 小时候读书太辛苦 累到卡写 放假 哦 就是少得可怜 一年只有元旦 端午 中秋 皇帝生日万寿节 和自己生日这五天假 这一点 如意传中复查皇后宋二阿哥上学 第一天 就揭露了这个悲惨的事实 算是相当贴合历史的良心细节了 清朝历届皇帝为什么都文武双全 还有果郡王这种诗书文末 秦奇说话样样精通的有才王爷 那都是给训练逼出来的 零六复查皇后和湘飞的真实结局 延续攻略 中的复查容音和如意传 中的复查南华 都是以乾隆的白月光复查皇后 为原形 两度丧子 抑郁跳楼而亡 但真实的复查皇后 可没有宫斗剧里活得那么惨 她并非两度丧子抑郁而亡 而只是体弱病逝的 而我们说熟悉的香妃 还如李刺杀乾隆的寒香 延续李美艳独拉的顺品 如意李清冷孤傲的荣妃 历史原形都是乾隆皇帝的荣妃 人家也没有像还如李一样 被太后扒衣服雕呢 更没有延续攻略中的 歹读新城和刺杀皇帝之举 历史上的她阴入宫那年 宫里从南方移植的栗枝树 奇迹 搬得结出二百多颗果实 而被称为后宫的祥瑞 和皇上 太后 嫔妃的关系都相当融洽 乾隆还专为她修建了维吾尔族风格宫殿 五十四岁寿终起 至于容非的美貌吗 专家们也根据官古仪还复原 惹 感觉萌丹看到了要吐血 当然 清宫剧如果真的都完全按照历史来演 估计也没什么意思了 毕竟电视剧艺术也是要来源于生活 而高于生活的吗 但央视爸爸这部正说后宫 完全可以看作如意传 言喜侯略等清宫系的补充 共同为我们展现一个相对客观的清宫体系 我们吃瓜群众在追清宫剧之余 还能借此填补八卦之心 亏见历史原貌 岂不美哉 你的点赞和转发 是对军军的支持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